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可惜 因为种种原因 至今都没有播出 而最近这段时间 外界又有不少声音 说刘亦菲又要拍摄电视剧作品了 是一部关于大宋女性创业的作品 根据关汉青的原杂剧就封城改编 听上去还是相当靠谱的 而关于这部剧的男主角 都在说是陈晓 吃瓜群众倒没什么意见 但两边的粉丝已经开始互相攻击了 陈晓和刘亦菲的确没有合作过 也几乎没有交集 但是 有网友爬出之前 刘亦菲版《倩女幽魂》上映时 陈晓在微博发布了刘亦菲和王祖贤的对比图 似乎在拉踩刘亦菲 甚至于 在评论区还有一些不堪入目的评价 而之前陈晓的老婆陈妍希在出演《小龙女》这个角色后被群吵 记者去询问刘亦菲如何看待的时候 刘亦菲还力挺了陈妍希 表示自己受到的争议不比她想 这么看来 陈晓的做法的确不太讨喜了 虽然已经是陈年旧月 但对于双方的粉丝来说 依旧是无法接受和握手言和的事情 刘亦菲的粉丝已经直接在微博表明了态度 以致网传男主对过去的事情不能容忍 而陈晓的粉丝也不甘示弱 就是双方现在都不怎么对付 而粉丝的态度也会直接影响到这部剧的成功与否 毕竟 粉丝的态度如此坚决和明确 如果刘亦菲和陈晓真的合作了 估计又会掀起一场风波吧 陈晓最近有新剧正在播出 但是播出成绩也很一般 结婚之后 很多人都说陈晓转型了 成为了实力派演员 但从陈晓的作品成绩来看 结婚后的作品成绩 真的没有结婚前的作品成绩好 更重要的是 现在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关注她了 当年的流量小声如今也不再具备超高人气了 刘亦菲要比陈晓的情况好一些 路人员和国民度是她的优势 只是目前依然缺少一部爆款作品来支撑 否则也还是只有天仙这个称号 演技和作品依然会被外界质疑 虽然网传的这部剧和这个题材都让人觉得很新颖 也很精彩 但如果陈晓和刘亦菲的粉丝 都这么反对俩人合作的话 这部剧能成的几率也很小 N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